大家好,我是Lisa 我们今天一样要来进行瑜伽小练习 今天的主题是肩膀 我们会需要一个瑜伽砖跟一个弹力带 那如果你没有瑜伽砖的话 你可以用家里的书本或者是卷筒卫生纸来替代 这个瑜伽小练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课堂上 或者是你平常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为了避免自己一直坐在沙发上 你可以随时拿起你的瑜伽砖 或者是你的弹力带来做练习 它会让我们的肩膀活动度跟灵活度都变得很好 尤其是长辈们如果他们可能会有 慢慢有五时间的状况的话 也会建议在还没有五时间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这样的练习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肩膀瑜伽小练习 首先我先坐侧边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待会的小练习 首先将你的双手举在你的前方 深吸气双手往上 吐气之后将你的手肘弯往两侧打开 放你的砖往下 放到你的脖子后方 再一次吸气 吐气往下 深吸气 吐气往下 保持你的脊柱中立 然后脊椎打直 在往下的同时 尽量让你不要让你的颈椎往前延伸 很多人他的状况可能是往下的时候会变成这样 我们尽量不要做这样子的动作 让你往下的时候 你的脊柱还是保持一样的 然后让你的手肘往两侧打开 其实做大概五六下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酸 你可以感觉你整个肩胛骨的肌肉都在运作 好 这个是侧面 如果是背后的话 一样将你的双手往前 深吸气往上 吐气往后 我们一样进行个十下 感觉手肘往两侧打开 尽量不要耸肩 脖子不要往前 好 有没有觉得肩膀已经非常的酸了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是用弹力绳 好 将你的弹力绳 弹力绳 抓在两侧 深吸气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用双手的力量把弹力绳打开 然后手肘靠近你的肋骨 双手成W形 吸气举高 吐气 往下 手肘夹进你的肋骨 吸气举高 吐气往下 手肘夹进来 吸气举高 吐气往下 往下夹 一定要有往下夹的这个动作 让你的手肘 形成一个W的字幕 在你打开 在你打开的同时呢 弹力绳会因为你的力量往左右两侧打开 好 我们一样做十顿 尽量让你的颈椎不会往前突出 手肘夹 手肘夹 手肘夹进你的肋骨两侧 好 这是侧面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到背面 伸起起双手肘夹起双手上 吐气 夹进来 吸气双手上 吐气夹 吸气双手上 吐气夹 你的手肘到肋骨两侧 再一次 你一定要感觉弹力绳有被你的双手往外拉的力量启动 然后一样尽量让你的脖子不要往前突出变成乌龟颈 保持你的脊柱都是打直的 好 觉得肩膀非常的酸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肩膀外旋的练习 因为我们很多是内旋的动作 譬如说打直 然后还有开车抱小孩 所以呢 这些动作都很适合自己在家 把你的手肘夹进你的肋骨两侧 好 将你的手掌朝上 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 往左右两侧打开 让你的弹力绳一样 有延展 训练你的肩外旋的力量 这个在瑜伽练习上我们很需要 尤其是要学会轴到力的话 而且这个做十下之后 其实肩膀是非常的酸的 肩膀有点酸酸的不舒服对不对 我们稍微给它绕圆伸展一下 往后绕圆 如果你本身有在健身的话 这个动作呢 也很适合放在你健身前暖身 来做使用或者是交叉 在你任何一组健身菜单当中 如果你今天练上半身 就可以把这个加进去 往后画圆完之后 换往前画圆 好 我们再做一次 深吸气吐气 打开 一样来回 试下 所以平常在 或者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个练习 尤其现在我们欧洲已经全部进入居家防疫 所以一定要多多的在家运动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肩膀 瑜伽小练习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一个赞 或者是分享给你 觉得会有兴趣的朋友或家人 谢谢